我们说彭族百计 你这一天天干出生的人 比如说蒋木 那一定是这个人是领导老大 有这种特性 那往往你也是容易很康慨 往往你就破财 这个就让你忌讳 有注意自己的优点 同时规避缺点 那再说这个道古来说 鬼水同样 这一天出生的人呢 鬼不辞送 李若迪强 就是说这一天出生的他很爱说 不管男的女的 但是他就往往说不过别人 很奇怪 即使你很强势 也不行也没用 他鬼他就这个特点 所以说为什么这样 这个就是学术难题的 我们说误鬼和火 那是和无情 按道理如果是物极必反的 他应该是很奖礼 那实际上和无情他是不奖礼 不奖礼他又弱 所以说这一天 你就这个有有趣注意 有些东西真的很难解 这个鬼呢代表雨露着水 魁运滋润 顺来再发 阴水 是实际的水 这个阳水 人水呢 之下怀人阳气潜伏 我们是顺着倒过来讲了 江河之水 这一天这个人的特性 就像大海一样 大海无聊 他就有胸怀宽容 但是如果这种人没有主心骨 如果这个人心要不好 那是很奖华 同样是 表面上看起来很大量 实际上很自私 我就被这种人啃了 那这个 这个人水呢 要注意说是 人不绝水更难提防 碰足百计 那这个时候水很棒 你要再去挖井水 这一天 这个水的能量很强 所以说 你要尽量减少 这些能量的触碰 我们讲能量是现代化的 也有便于大家去理解 然后心金 心不合降 主人不长 就是说心代表果实成熟的季节 那说果类类 他自然都脱落了 这个时候 因为他 有新鲜的 我们不是旧的 我们从现实的角度讲 这个就 更好去理解 那有些 从这个 纯高尚的 理论 不太好记 我们再挖掘 你合成这样了 这个时候新鲜的不吃 你要搞 搞这个冬天 咋 在吃 这个就 很傻 是吧 没人吃 首饰至今 硕果满之 颗粒一落 还有 我们就说这个 更金 更金主阳金 辅月至今 就兵器啊 这类的 大机械 秋来更替 秀世新城 它也是一个更替的状态 这个的彭毒百计 叫更不经络 知机序章 这有两个意思 这个现代人解释 一个是说 只针灸 你这个时候不能针灸 说人体这个 机能 让你 把这个经络的 虚散了 或者这个时候 虚散了 怎么怎么样 我们这个不太以为然 如果是针灸 这个戏的针呢 应该更像心紧 我们传统还说 它是 这个 金若指的是 这个纺织 这种 裁缝等等 这种事情 不要做 这个 你看就像 百炼钢 不如绕纸柔 这个时候 它很强 但是 就因为它强 所以是 不要 不要太过于 在发挥这些方面 它主动的机械 你